第五十九军 张思忠军长 第三军团 庞敏兴军团长 北陵里部 沿范庄 马庄 桃园一线设防 在东北方向掩固台庄 紧紧咬住敌板园师团 第十二军 孙童轩军长 第五十五军 曹布林军长 古良明军长 命令你们 在金埔路上以进攻手段断敌交通 侧击敌人 牵制日军的后续部队 南下台庄 第二十军团 汤恩伯军团长 林立女部 转移报到顾山区 带击鼓师团的主力 近抵台庄一线时 立即前行南下 辅地背后 完成对日军的合围 第四十一军 孙震军长 及其余个部 沿运河一线布防 在汤军团断敌推陆之后 六十军 作为预备队 立争将南下辅尔庄之地 一起结变 是 是 关于战役部署 我不想多加关照 只想提醒各位 泰尔庄决战 事关全局 我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都不要发生 如果有人 胆敢以身试法 本司令长官 局部宽容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廉仲 率第三十军军长田振南 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及其各部 在台儿庄沿运河布防 第三十一师 池峰城部 防守台儿庄正面 第三十师 张金赵部 防守台儿庄左翼 第二十七师 黄桥松部 防守台儿庄右翼 独立四十字旅 吴鹏举部 派服一团占领运河上游桥头堡阵地 另一团为集团军预备队 祖司令 我准备把师的主力全部放进庄内部罚 这样保险一点 不 庄内先放一个团 这怕不行吧 万一敌人包围了庄子 增援部队进不去 就坏了大事了 不行不行 咱们不能忘了娘子官战役的教训 日本人的炮火厉害得很 巴掌大的庄子 你把那么多部队投进去 人也一顿炮弹 你就垮了 往后的仗还怎么打 娘子 日本人真鬼 老婆丢了给老子来盘留弹 伙计 谁要是爱上这么一发留弹 可就中了头彩了 这个硬核扶桥是我们唯一的退路 你要牢牢的给我看住 是 1938年3月19日 三十一师主动出击 派出大队人马 沿台早公路南进 向驿城方向搜索 以骑兵连为先锋 183团跟进 骑兵连与日军在康庄展开遭遇战 并打并撤 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 快撤 撤 撤 快 快 快 好 很好 来过旅团长 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要他们的指挥官来见我 是 是团长 据说我们面前的对手 是支纳军的一张王牌 指挥官的名字叫汤恩伯 他是大日本帝国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很好 那我更要全力击败这个对手 从精神上 彻底摧毁支纳军的抵抗意识 真小小的台儿庄 可以从地图上 马掉 报告四团长阁下 装甲突击群 正能向进攻出发地狱集间 单命出发 我军炮火延伸射击十分钟后 你们的装甲部队 立即投入冲击 这回官阁下 如果你能允许我代替你 率领庄稼部队进行冲击 我将十分感谢 你知道吗 我曾经是一名能干的坦克手 我是记得你将获得一枚大日本帮军的勋章 团长阁下 市团长阁下 你应该指挥的是整个市团队 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祝你记住我的一句格言 我们的战车女带长 必须带着 第一个战车 老总 鬼子的传单 窝囊 实在是窝囊 窝囊